台湾人 台湾市 近在台湾小百科 大家好 我是陈慧芳 今天我们要跟您分享一句台湾俗言 台湾话是这样说的 在华文里面是说 奴婢要用钱买 孩子得要自己亲生的 那么这句话有什么更深的意涵呢 我们请台湾文史专家庄永明老师告诉您 我想这样的一句台湾 其实我们用很直接的一个观点去解读的话 其实它是蛮单纯的 就是说你对什么样的一个代价一定要付出 这个是有一定的一个规则的 比如说你用一个下人 你一定要花钱去买 那你自己一个孩子 你自己谈不上说一定要博物生产 其实从生产的一个过程中也是蛮辛苦的 那这个意思蛮简单的 就是刚刚我强调的一个话 就是要付出代价了 那这个代价是什么 就是要看你取得的那个对象 到底它的价钱是多少 那什么样的一个价钱 你用什么样的一个代价去取得 这个是一定有一个平衡的一个原则 我想这样子是一个不问致命的一个道理 我们有时候会常常花了很不正常的一个代价 去犯得了一个不正常的一种东西的时候 那大家就有后细有很多的一个怨言的一个存在 我想每一个人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经验 其实我们从老祖宗留下了这个话语去做判读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是要理解一点 就是说当我们要付出代价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自己的一个规划中 在自己所谓要进行去取得这样的一个代价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要付出什么应该要有一些考量 我们不能盲目的付出 尤其我们也现在晓得所谓的工商文明社会中 其实它存在的很多的一个矛盾 跟很多的一个欺诈 跟很多的一个互相的一个不幸的一个过程中 那作为一个人的一个深圳法则 你当然要懂得一点 就是说对每一件事情的一个付出 真的自己要取出一个价值的一个判断的观点出来 不然你会就会受骗 不然你在取得那个不对称的一个代价的时候 你一定会后悔 其实有人常常有一种现象 就是说每一次去取得 所谓的不正当的一个东西换回来的时候 自己在所谓的后悔运摊 甚至还为自己暴躯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也不能拿出一种阿Q精神 说以为的这个付出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种学习了 因为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想是不对的 比如说你当初你用了一个下你的时候 你跟他约定了很多的一个条件 结果这个用人他完完全全不踩你 然后完完全全再跟你反抗 甚至还他在后续的很多的一个动作上 让你吃了很多亏的时候 那这个就何苦来在 那我们又谈到他的下一句说 谈到的说一个孩子自己在破误室的过程 所承受的很多的一个痛苦 那你洋溢这个孩子以后 他又变成一个叛逆的人的 一个后生往辈的时候 你做何种一个感想 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话语 其实可以给我们很深的一个警惕 那这个警惕就是说 我们对每一次的一个付出 我们当然不应该首先去想到 所谓的一个收获 只是我们总是要想到 一个等值的一个价值观 这样才是必然的 听众朋友 台湾俗艳 老爱用钱贝 乖就破百姓 意思是说男奴女币 只要花钱就能够买得来 但是子女就不同了 一定是要自己亲生的 否则再怎么样也无法贴心 当然生儿育女的金钱代价是很高的 但是这种支付 却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也就是说 心血的意义是大于金钱上的支出 老爱用钱贝 乖就破百姓 即便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在 仍旧是可以通用的 短短五分钟 认识台湾真轻松 台湾小百科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达的范团